我国的领土面积广阔 最鼎盛的时候几乎占据了大半个亚洲 正所谓树打招风 就像一块碰香的肥肉 从而引来了一群鸡肠碌碌的恶狼 为了保护我们的领土 许多的人人志士为之奋斗 大批的将士为保护领土献出了生命 可是他们只是默默充当了历史的基石 不曾闻名于历史 当然有些人在这一方面功绩显著 于是轻史长流 郑成功就是其中一位 郑成功最大的功绩就是收回了台湾 曾经被荷兰殖民者占据了33年之久 在他的领导之下 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那么这么一位大英雄 现在是否还有后代 流传于世呢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施郎公台 郑姓一家遭灭门 那么这位英雄的家族就此灭亡了吗 郑始中只留有一段暧昧的文字 郑宽 郑成功之子 行踪不明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史学家很多年 但是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 最终认为 他是有后代留存于世的 根据可靠推测 郑成功确实有后代留下来 主要就定居在台湾和日本 几百年下去 虽然当年挤进灭门 但是现在他们的生活富足安康 甚至他的第九代子孙 郑首让 还和日本的名人天皇是好朋友 郑首让很小的时候就喜欢鱼 经常到野外抓了鱼 回来自己养 而他的哥哥对他的这一爱好十分熟悉 郑首让有个哥哥叫首义 在日本的东京地大读书 说来也巧 在那里 他的哥哥认识了一位研究余类的教授 牧村仲 所以尚未见面 他就对郑首让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后来 每当他有机会去台湾时 他都会去找郑首让 18岁时 他跟着教授去了异国他乡 这位教授可不是一般人物 他的教学生涯中一共收过三名弟子 第二个是他 第一个和第三个分别是御人天皇和名人天皇 因为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 所以郑首让对于研究鱼下了一番苦功夫 最终成功繁育了2000条冰威的樱花钩吻龟 不过 他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台湾有一种鱼叫做香鱼 曾经是宝岛上最普遍的物种 但是随着人们无节制的捕捞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这种鱼已经难觅其踪迹 郑首让不信邪 他偏偏要将这种鱼再次培育出来 让它们重回宝岛 鉴于材料有限 他的研究进程很慢 而他的那位学弟听说了这件事 为自己学长的勇气和毅力震撼 所以赠送给他了400万颗鱼卵 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最终 这百万颗鱼卵就在宝岛上安了家 繁育起来 如今也被称为台湾渔王 郑成功是一个英雄 他的后代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子孙 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单看正手让 我们似乎就看到了他所有后代的风采